如果你真的那么想知道的话 那我就告诉你吧 我们是合约结婚 我就知道你是在演戏的 所以说 合约结束了 我们还可以好好在一起 我们是合约结婚 陆薄言 你整天和那个卖内衣的泡女孩苏简安在一起打打闹闹的 难不成你真想和她做朋友啊 没有 没人喜欢跟胖女孩做朋友 原来陆薄言之前都在逗她 当然了 谁愿意和一个家里卖内衣的胖丫头做朋友啊 苏简安 苏简安 你怎么还纵使 绿叶 萌萌 满夜三宫睡不着 人似念猖狂 好好的一张双刃窗 一边 如果你真的那么想知道的话 那我就告诉你吧 我们是合约姐王 早就告诉你不要以身试险 都怪你 贪图陆薄言的美色 不不不不 陆总一定是有苦衷的 带上陆总这么优秀的男人 身边难免有阴阴阴 对 我们要和他们做竞争 竞争个屁啦 简安 从今天起 我们要严格履行约定 和陆薄言保持安全距离 再次学烦恼啦 看来我这个顾问当得还不错 陆总 难得看见你这么开心啊 对了 永安市的行程安排得如何了 机票 酒店以及各方会议 都安排好了 为期五天 我可以多加一个人吗 都订好了 谁啊 是我 简安 陆总 不认识 徐伯 既然她怎么了 陆太太刚进门就这样 跟她说话也不理我 徐伯 我们今天就要出差了 好嘞 陆总 我来给您收拾 出差要带的衣服吧 啊 啊 我 我 跟她说话也不理我 我 都不理我 我 说话也不理我 我 我 我刚刚敲门你为什么不开门 刚才在写小说 麻烦绕一下 徐伯 我听说永安市风有点大 我带这些衣服够不够啊 我也不太清楚啊 陆总 要不然您问问陆太太吧 我要去永安出差几天 我会帮你订了票一起去吧 换个环境 说不定对你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 好吗 陆总 您的衣服我给你收拾好了 陆总 您是不是什么事惹陆太太生气了 没有啊 白天她明明还好好的呢 我知道了 这女孩子呀 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不舒服 情绪低落 正常的 徐优伯 家里有没有生姜和红糖啊 有啊 有 一直备着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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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